我們繼續來看 然後這個時候 惠宗富有益比丘 從吉德漏進來 那邊 1 2 3 4 5 6 7 8 9 第十行 開始 爾時惠宗富有益比丘 有一個比丘 頓跟吾之 這是他聽不明白 也聽不清楚 怎麼想都想不來 佛陀已經講吾我 其實老實說這個不好懂 如果你沒有常常在想這些事情 一下子其實你接受不了 尤其你在那種佛羅門的那種 那種有我的觀念下 更不太能夠接受 因為你會直接想到吾我 就是什麼 斷念 你想到吾我就會想到斷念 甚至像嘉瞻遠 也是這樣 就不容易理解 後來才從 正見 世間 己 不生 那麼世間 無見 正見 世間 滅 不生 世間 有見 理有無兩辨 那這樣到底 那這樣到底也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 也不能說常也不能說斷 就是很違背我們的不是有就是沒有這種概念 不是有就是沒有 那你說又不是有又不是沒有 或者是不能講有不能講沒有 那這是一般的 那再深思一點也不能講亦有亦無非有非無 那到底是怎麼樣 後面也有一部經事 是講這樣子的 那 那這樣都不對 那到底是怎麼樣 那所以 但是這些 基本上跟我們一般的觀念 那麼沒有辦法 就結合了 跟我們的世間想 沒有辦法結合 所以他 他繼續透過 他正 他這是 為正來 就是說 這種無我的觀念 他不是 言語可以表達說明的 但是所以你要透過文師修 從文守成 從有肉會 所以從有肉會 從有我的觀念開始 那麼慢慢慢慢帶進無我的觀念 那麼仔細的思考 仔細的一層一層的剝落 就好像在剝那個芭蕉樹一樣 一層一層的剝落 一層一層的剝落 那麼最後你會見到無我 那個是離言 就是離開言語 那麼文字 離言語向 離文字向 離心源向 離那個概念而有的 所以涅槃基本上是 就是說 很難去 去說明它是什麼東西 那 也因為這樣才有各種的學說來試著說明 等於我們來看 他說 那麼 在無名 雀 這個其實就是 渴啦 看 那因為以前的音是 雀就是看 那看我們就是 渴台語就念看 他就是雀 但是現在我們念渴 無名渴 但是他的音就是雀 其惡邪賤 而做事念 這個是邪賤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佛法的政見 他說 若無我者 做無我業 那麼未來是誰當受报 好 如果你 你無我的話 那你贈得無我 那是誰贈得無我 類似像這樣 那你照做業 那是誰受报 那 就是說 那如果說做無我業 那麼你 你去修無我 那 是誰去贈得無我 那受涅槃報 是誰受涅槃報 這無我的解脱嘛 就是你做這個因 你修無我 那得解脱 那誰解脱 其實是這樣 那如果造三月 二月 那死了就沒有 那你去修無我 你這麼辛苦修無我 那誰得解脱 那總要有一個解脱的吧 那先不要講 這個有沒有到 有沒有受涅槃報 那 那 業果是一個解脱 那你 你誰得解脱 你贈得無我 那誰得無我 誰贈得無我 那 誰得無我 那這個問題 就是 你是不能說我得無我 那我還得無我 那就是有我了 那 那 沒有人得無我 那就是無我 那就是 那就是沒有了 也不能這麼說 所以 你看他怎麼說 可是 這個是 其實是很難用言語來講的 好 所以說 若無我者 如果真的沒有我 沒有一個我 不是我 亦我相在 那麼 你現在 因為 作無我業 就是我們前面這邊說的 文實修 文有無我 然後詩 色受想情 是非 是我 亦我相在 然後進一步 仔細的分析 色 若 若過去 若現在 若未來 若外 若粗 若細 若好 若醜 若遠 若現 比一切 不見 是我 亦我相在 好 那麼你這樣 正無我了 假設 因為你這樣修 這個叫做 做無我業 你就這樣修完 做無我業 照做無我的業 你可以 正得無我的 果报的業 那麼未來是 誰當受报 那麼誰解脱了 你修無我 得以解脱 那麼你現在修無我 那 未來 誰得解脱 那這個時候 世尊之筆 比丘 心之所念 這個其實是 大部分人都會這麼想 是我我也會這麼想 當然我們都是頓根 就沒辦法 那 我反复研究了很多 類似像這樣的 但是老實說 我也還不是很修求 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講 他沒有 他沒辦法講 他沒辦法講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 從文字裡面 那麼去得知 那麼 為正 就是你只有去 施跟修 那麼你慢慢慢慢 但是我們知道 他這樣的理路 是這樣子的 你不要說 跟你解釋 那到底是誰得解脱 因為這個問題 本身就錯誤 有誰得解脱 這個本身就錯誤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 他就錯誤 就好像 那個不會生的 那個人 他到底生下的是 男孩女孩 他就不會生的 你還問他是 生下男孩還女孩 他就無我了 你還問誰得解脱 那不是 那經典裡面 有類似這樣的比喻 那你說 因為 馬跟驴都會生 但是馬跟驴 生下來的 叫做什麼 羅 羅 羅是不會生的 羅是不會生的 馬跟驴 馬跟驴 生下來叫做羅 那羅不會生 羅沒有生育的 這種功能 那你說 那一隻羅 到底生的是 生的是男的 生的那個小羅 比較像馬 你說那個羅 生下來比較像馬 還是 如果羅生小羅 那比較像馬 還是比較像驴 那你 你這問題本身是錯誤 他就不會生 你要問他像馬 馬跟像驴 因為他爸爸應該是馬 母親 不知道他是一個父親 一個母親 一個是馬 一個是驴 那你說那小羅 如果母羅生小羅 那麼 那麼他生下來的是 是比較像父親 還是像母親 像馬還是像驴 這個問題本身錯誤 這個問題本身錯誤 這個沒有答案 本身這個問題 就不該這樣問 那這不會生 你還問他 就我 你還問誰得解脱 那誰就有一個我 誰就有一個我 好 那所以 你仔細如果要去找 到底是誰得解脱 那是沒有辦法的 那誰涅了盤 誰涅盤了 涅盤了 像他會問 涅盤了去哪裡 佛涅盤了去哪裡 你佛涅盤了去哪裡 如果有去哪裡 有來有去 那個就是有一個我 有一個主體 才有來有去 那麼你有 這個東西生了 又這個滅了 然後滅了又去哪裡 那不是又從哪裡生 那變成有生滅了 就變成有生滅 有來去 有個體 他才有這種現象 那我涅盤了 你還有說去哪裡 所以在回答 這個問題的時候 佛也說 沒有 沒有去哪裡的問題 你說那個火滅掉了 火去哪裡 但是舉這個例子 那個火在燒 滅掉了 你說那個火去哪裡 火沒有去哪裡的問題 你往東邊去 往西邊去 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有靈魂的話 他就有這個問題 去了去哪裡去哪裡 如果還沒解脱之前 他當然就有一個 有一個意識心 去投胎 去做什麼 如果涅盤了 那就沒有這種問題 就沒有這種問題 但是我們很難理解這種事 那一般的人 如果沒有仔細想的話 他會一直陷在這個坑裡面 所以惟事 惟事才會 一開始 互派為了解釋 這種夜暴輪迴的問題 那不然誰受夜暴 這個問題 才會有所謂的 聖意不特切勒 有一個非吉韻非理韻我 我們講說 不是吉韻我 不是理韻我 但是有一個非吉韻非理韻我 那後來 後來這個 惟事就用阿拉元 來解釋這個問題 那有一個原成史 那如來杖就用如來杖 自信親近心來解釋這個問題 那生死是虛妄的 那並不是如來杖有生死 而是 而是這個如來杖 那麼被覆蓋了 所以他才有生死 現在把它敷衍了 他就回覆到本來面目 本自親近 本來的親近 他就沒有所謂生死 他用這樣來解釋這種問題 但是這種 基本上都不是阿涵經 在阿涵經裡面的說法 但是它方便讓人家理解 有一些人就是 他就是要這樣 他才比較安心 不然我修了那麼久 天天修無我 結果修到最後 修到最後 也不能正無我 那正了無我 我反而消失了 那很麻煩 就被會變成這樣 那所以 他說若無我者 做無我業 以未來是誰當受报 這個是一般人會有的想法 老實講 一般人會有 如果你沒有仔細思考這種問題 像我現在不會去想這種問題 我知道這種不是虛妄分別系的 以前會想 以前會想 以前我可會想 以前在聽到如來這樣的時候 我會想 本來親近 那你恢復到本來面目 那就不再輪迴 可是他本來就是佛 那後來會輪迴 現在又恢復到本來就不輪迴 那這個本來跟 現在的 現在跟本來不一樣 為什麼 以前是佛會輪迴 現在是佛不輪迴 以前那尊佛跟我現在那尊佛 不是本來那尊 為什麼 以前會輪迴 現在不輪迴 以前會門城 現在不門城 以前這個模擬珠會有灰塵 你把它擦乾淨了 擦乾淨之後 這顆模擬珠不再會染灰塵 那明顯的這個模擬珠 跟原來的模擬珠 形狀一樣 但是 它功能已經不一樣了 它跟原來的 原來會染灰塵 現在不會 那你怎麼可以說 恢復本來面目 本來的清靜 那已經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樣講好像也不太對 所以你說如來這樣 本質具足 本質具足 但是它顯不出功用 現在你又修行 恢復本來 你也沒有跟它增加什麼 你也沒有跟它增加什麼 但是它就多了一個功能 不再染成的功能 那你說沒有增加什麼嗎 那肯定有 對不對 如果你仔細想 你仔細想 我以前就想這種問題 想說每一個人都有阿拉野 死不死來都有 以前我很會這樣 這樣想 想不明白 然後有時候去問人家 人家會以為我去踢館 你知道嗎 不是啊 我就真的不明白 那這種人很少會去想 我以前就在想說 這每一個人都有阿拉野 眾生都有一個阿拉野而已 而且這個阿拉野 就是去來先後做主翁 那一個阿拉野 那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阿拉野 那麻煩啊 一條蚯蚓把它長成兩段 那兩邊都會活 那原來那個阿拉野 是分裂成兩個 還是各自有一個 那如果前面那隻 前面那隻蚯蚓會頭痛 那後面長出頭那隻會不會頭痛 我們就去想這些問題 想一大堆 就覺得那阿拉野 不可以分可以兩個 阿拉野就是一個 它不能分成兩個 它不能分成兩個 可是兩隻蚯蚓都活 那後來的那個阿拉野 當然你可以說 那又有一個新感的頭胎 那原來那個怎麼知道 它要在前面還是在後面 反正我以後 以前很會想這個問題 那老是追究這種問題 你知道嗎 那後來 我不會去追究這種問題 慢慢就變成 這些都是類似像十四武器 這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不用想這個 你好好的修 好好的修 修到一個程度 那這些東西 你會知道 你在研究那些很深細的 到底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 那 問了很久 人家會問 那你到底是怎麼樣 就變成這樣 以前我很會問 然後 我以前在家繼續 就很會問 然後 就問那個法師 法師都以為我是提款 其實不是 我就是不懂 可是我問的問題都 有一些人也沒 老實講也沒特別想過 好 那麼 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像這種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太容易理解 好 那麼 他說 世尊之比 之比比丘 心之所念 告諸比丘 於此重重 若有愚痴人 無智 無明 沒有智慧 不明白 而做事念 心裡面這麼想 世尊有他信通 這個弟子這樣想 他就知道了 因為心 心在想的時候 他有一種脖 那麼你比較敏感的 有他信通 他就可以感知 那麼轉換成語言 他可以馬上知道 你在想什麼 那 比較高級的天人 基本上都是用心念溝通的 比較高級的天人 都是用心念溝通的 我們還要用語言 他們都是用心念溝通的 那麼 在做事念 若色無我 受想形式無我 做無我業誰當受报 那麼 如果無我了 那麼 你善業 那誰受善报 惡業誰受惡报 那麼解脱誰受解脱报 那麼如是所遺 先以解釋 比云和比丘 你看 佛陀在解釋這個東西 他不是從問題的本身 他都告訴你 色是無常嗎 無常是有我嗎 當然無我 那色想形式都是無我 他又回到無我的觀法 就是無我的政見上 他又回到這裡 那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解釋 但其實他就是一種解釋 你會發現到阿含經裡面 只要對有我 無我質疑的 基本上解釋都是這樣而已 或是眼而鼻者正義 從這個地方去跟你講 是無常是無我 沒有其他的解釋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覺得 那這樣好像也沒有解釋到我的問題 問題就是你的問題本身就是問題 你沒有正思維 所以你才會有這種問題 你如果正思維 從這裡正思維 你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其實是這樣 我們好好想這個問題 這個我也是弄了很久 我才知道 大概是這樣 答言無常是尊 若無常是苦也 無常者是苦也 答言是苦 若無常苦是便於法 多聞聖地子 于中您見事我 亦我相在否 答言不也是尊 受想形式亦附如此 事故比丘 若所有色 你看他又重新引导 重新引导你 从政見 政思維 那么 去觀察 你的心专注去想這個 文思修 那麼從這裡 從這裡引导 你進入正確的觀察 無我 你看他沒有跟你講 那誰受报 沒有啊 他沒有解釋這個啊 是不是 他沒有解釋誰受报 因為他本身是錯誤 所以他就引导 你又正確的去觀察 那麼當你政見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了 你不是知道誰受报 你知道 這個不是問題 那你好好想 我不曉得你們懂不懂 那基本上他就是這樣 好 所以你看他的解釋 所以有時候我會想 我來看他 他怎麼解釋 其實他不是在解釋 誰受报 他是在解釋 無我怎麼修 那你就是沒有照 無我的觀念這樣修嘛 文思修 你的文不是真的 你的詩 你的文是真的 你有文听到佛說無我 但是你想 想錯了 你沒有照佛說的 這樣去想 你卻照你自己 世間想 這樣去想 那你這樣去想 沒有答案的啊 沒有答案的啊 所以佛陀又引導你 又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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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想 那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會搞不清楚 那佛陀這樣解釋 那還不是跟前面講一樣 都沒有解釋到 你會發現到是這樣 有沒有 都沒有解釋到啊 沒有解釋到問題啊 他不在解釋問題 他在告訴你 你的想法是錯誤的 現在把你拉回來 回到正規上 有沒有 你仔細看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不要再往這邊想啊 那麼就好像 我們早上講 那你跟那個人吵架 那你一直在跟 那你說說 是他對還是我對 我說不是 這不是你對的問題 是你有煩惱 你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 是因為他讓我起煩惱的 那你評評你 到底是他對或我對 不是 現在不是講 你對跟他對的問題 現在是你起煩惱 你要解決你煩惱的問題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一直在执著 他對還是我對 我講你對 我講他對 都不對 是不是 因為都會引起你更大的煩惱啊 是不是 你只是更增強你的我值 增強你的承認心 增強你自以為是的觀念而已啊 你看 我就說是我對嗎 你看 那你怎麼說是我對 明明就是他錯 明明就是我對 你怎麼說他對 你看 我怎麼講都不對啊 是不是 那一樣啊 那這個觀念 你這個想法本身就是煩惱想 那你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是有我的想 那我怎麼可能救你的有我的問題 再讓你增加我見呢 是不是 這樣就是這樣 所以以前我常常會覺得 那浮屠解釋這個都沒有解釋到問題啊 問題是你的問題是本身是問題啊 那重點在這裡啊 所以我們會有時候 我一開始看這個我會覺得 那你是把前面的話重複說一遍而已啊 你哪有解釋問題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樣看啊 你就把前面的話 你看到前面的話 你再重複說一遍而已啊 那我就是救你的話有問題啊 是不是 那你還在把前面的話重複說一次 那根本就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不是 他的問題是 你沒有去正確思維 如理思維我所說的話 所以才產生問題 現在拉回來 你再正確思維一次 其實是這樣 然後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想 那麼 他從這裡去跟他講 那色為常為無常耶 是無常 那無常是苦耶 是苦 那麼如果是無常苦便於亡 那麼你會在裡面 會執著是我亦我相在嗎 那當然不會 那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好 那你再仔細想 所有事 過去現在未來 內外出現好醜眼鏡 一切都非是我亦我相在 非我 這裡講的是非我 非我所 如是見者 是為正見 你看他把他引導到正見來 他把你引導到正見 正思維來 所以你要先有正見 那如果我們的一開始 接受的觀念就不是正見 你就算你想對了 就算你想對了 你也不是正見 那其實就是這樣 那受想形式亦復如是 那麼多聞圣地止 如是觀者便修焰 那麼你真正 真正見到無我的人 你絕對不會執著這個我 受想形式為我 你不會強調你的感受 你的印象 你的什麼 你的我的什麼 我的什麼 不會一直執著在這邊 那麼所以便修焰 焰與淋浴 焰其實就是不止取 焰禮 焰之後就淋浴 你就不會再去止取 無欲 那其實就是浴灘 你就會調伏浴灘 這個時候你就會調伏浴灘 那一開始還沒辦法調伏 一開始只能藉由 你對佛法的信心 克制 克制你的煩惱 一開始沒辦法調伏煩惱 那麼克制控制你的煩惱而已 就是不讓它擴大 不讓它延伸 如此而已 那麼但是漸漸你了解了 你不但能夠控制 而且你還能夠調伏 調伏就是 讓它縮小 讓它漸漸變小 範圍漸漸縮小 那前面是不讓它擴大而入 那現在是控制它 不讓它 讓它漸漸縮小 那其實是這樣 那到最後就可以斷除它 讓它沒有清楚 這個清楚 那個清楚 那個清楚 清楚到最後 一切的煩惱都清楚了 就叫做超越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 把這個浴灘 因為浴灘是主要的原因 那無明是根本的原因 其實是這樣 所以修焰 焰以離浴 就離浴灘 浴灘其實就包括所有的灘爱 那浴灘 色灘 色灘 那這裡的浴灘就包括一切的灘爱 無明 無明 所付 愛解所幸 就是愛 就是愛 那愛有三個層次 灘爱 其實就是灘爱 灘爱 我們從人 那麼對自人的煩惱来说 就是浴灘 那浴灘段 還有色灘如色灘 那色灘如色灘 浴灘如果斷 浴灘如果斷 色灘如色灘 一定會斷 一定會斷 那麼 斷了浴灘 是什麼境界 三國的境界 最慢最慢 下一生就斷 是升文的一生補助 下一生就解脱了 到五不還天不來 就解脱了 所以浴灘斷 煩惱一定斷 那麼多數 多數一灘斷 沒有多久 就色灘如色灘不斷了 那麼少數 有些會升到五不還天去 在那邊斷 色灘如色灘 其實是這樣 那五不還天就很長的壽命了 又很長的壽命了 好 所以 願以禮遇 禮遇解脱 那麼解脱就有解脱之見 自知自見得解脱了 我身已盡 犯任你力 所作為作 自知不作后有 那麼佛說此經 以眾多比丘 不起豬肉 心得解脱 那麼到底有多少位 不知道 那南傳的說有六十位 那麼這個頓跟比丘 有没有 也不知道 那但是就是這樣說之后 有一些比丘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想 每次都看到人家 聽佛這樣講就解脱 我們講了那麼多少遍 聽了那麼多少遍 好像都沒有做問題 那麼基本上就是我們說 我們的內在的 乳肉會不具足 那因為老實說 大多數的人 大多數的人 政見沒有建立 都沒有政見正序 那你哪裡 你那個會 文會 文會都不對 那不要講師跟修 那有肉會都不足 那無肉會你怎麼可能有 那就算有肉會有 那麼也要有定相應才有 至少要有味道地定 那麼所以這一些你都要 那這個定跟會沒有辦法具足 很大部分是 那麼你的戒不具足 或是你的信心不具足 所以佛法的正信沒有 沒有正信 沒有正見 沒有正敬 所以雖然你正經 雖然你精進 不叫做正經進 雖然你很用功 外道也很用功 它不叫做正經進 你能演奏一天 一天練好幾遍 那你認為 念能演奏就能開悟 這本身就不正見 因為開悟絕對不是念能演奏 是什麼 關無我 關無我 不是關鍵有一個我 有一個真我 那你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解脫的關鍵 解脫的關鍵就是無我 生死的真結 是我見我愛 那你要不去我見 要不去我愛 那我見我愛是和和的 有我見一定會起我愛 起我愛一定是我見 那我愛從哪裡起 從根層是和和 六處入處而起 有從六處入處 因為無欲 言而彼者身對色身相會處 這個是無欲 那這個叫六處入處 所以從處 從六處入處生起我愛 那麼六處入處會生我愛 那是因為有我見 所以法案經裡面就說 那麼無名所父 愛解所欣 感得此有事之真 凡夫跟智者都一樣 都是我們之所以 凡夫跟智者都是 有這個有事之真 都是有煩惱而成的 夜暴而成的 但是接下來凡夫跟智者不一樣 凡夫一直生死 智者怎麼樣 趨向解脫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一個有正修凡任 有正見有正思維 那麼一個沒有 那就是這樣 這是文師修會 有一個沒有 那外道 外道也修啊 但是他沒辦法解脫 所以我們早上說 這個虛巴陀螺去問 去問佛陀 他很想知道 六四外道有沒有得解脫的 你說他們不用功嗎 用功啊 你說他們沒有戒 沒有定 沒有會嗎 也不能講沒有 也是有少分少分的 戒跟定 都是共事間的 有肉會 有些也是共事間的 那麼無我的正見 元起的正見 中道 元起中道 世地 無我的正見 不共事間 只有佛教才有 那麼假設你沒有信佛 因為那個時候沒佛法 那麼你沒有信佛 但是你有這個觀念 你就叫屁之佛 你也是可以得解脫的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觀念 那你知道有人有這種觀念 你會知道 這個就是抉擇 那基本上 基本上 所以 世間的正見 世間的正見 我們要先確立 那北傳佛教裡面 有很多人 其實沒有確立 世間正見 大部分的人 不去理解 什麼是無我 大部分的人不理解 那動不動 講的都是什麼 都是真常為心的東西 都是有我的 真的 那所以 你沒有 因為大部分的人 不會去思考這個東西 那也因為長期以來 我們都沒有求解脫的習慣性 那頂多都是求往生 那有的是求不做三二道 其實是這樣 那你說 那偉大一點的 那麼你要行菩薩道 那行菩薩道 很多人也不去 如理思為 無我 也不去修無我 他認為就是 叫人家來拜佛 叫人家來信佛 然後布施 持戒 那這個就是菩薩道 沒有 菩薩道第一個叫做般若道 般若道是什麼 就是要正吾我的 要得無身法人 要正吾我的 很多在行菩薩道 所謂人間佛教的 根本就沒有在修般若道 沒有般若可言 那麼都是行世間的善而已 這樣是不行 這個不是 真正的菩薩是要以 菩薩道為主 先得無身法人 但是不入涅槃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再努力 累積到像佛這樣的功德 然後再成佛 度很多的重生 他並不是不求解脫 只是不單求自己的解脫 現在把菩薩道講成 菩薩道都不求解脫了 不是 哪有這種不展進的菩薩 不可能嘛 你要怎麼樣度眾生 你自己都度不了 你自己都生死輪迴 但也不是等到你解脫了 你得無身法人 你才來度眾生 不是 而是你基本上要有那個目標 第一個是菩薩道 第二個才是方便道 以菩薩道為用 然後來利益眾生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 被傳的是種菩薩道 但菩薩道也被曲解 你被曲解 何況 大部分的人 都不求解脫 看不起解脫道 認為那個是小僧 但是又修不了菩薩道 認為不需要得解脫 不是的 這樣完全誤會 北傳特有的菩薩道 般若的精神 沒有 六度 五度鲁莽 般若為導 你根本就沒有般若 你這個是世間世俗的 知見為導 那這樣是不行的 這個是 現在我們如果像 北傳的佛教 藏傳的佛教 南傳的佛教 去到國外 都有市場 北傳的沒有 只有華人會來 這個是非常可憐的東西 那麼為什麼 北傳的就是 就是拜大家 就是誦經 拜佛 然後拜禪 就這樣 然後講一些感應 講一些功德 給你預計未來會怎麼樣 往生 就講這些 南傳上傳有 南傳上傳在國外 都有外國人會有 被傳的 除非你殘修 那麼就會有一些外國人 大部分都是華人 都能夠射受華人而已 那這樣其實是不行的 佛陀基本上 真正的佛法 可以射受一切的 但是問題是你講的 不是真正的佛法 或是相似佛法 或是佛法的一分而已 那這樣少分 那這樣就不容易 不容易 好 那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那這個是 那但是後面有所謂的 二我慢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這個二我慢變成 有所謂的我慢跟無我慢 那這個跟經文 經文其實是 無我慢就沒有我慢 沒有我慢 那這裡的二我慢就變成 我們看它的後面 因根因疾受 二因共相關 明子因為二我慢 其落去 它是在說 這部經裡面的一個重點 好 好 我們再看 一百七十一經 它說 有這麼一天 有眾多上座古秋 在屈舍迷 屈舍迷國 那屈斯羅元 屈善迷國 屈善迷 有時候叫屈善迷 這裡是屈舍迷 屈善迷國 那麼 屈斯羅元 使有戳謀比丘 變叉 那麼 叉謀比丘 那麼 住屈舍迷 屈舍迷國 拔陀離遠 生得重病 講到這個生病 那生病到底要怎麼修 那後面有病相遇 我們會看到修行人 有時候有很多病 那有一些 有一些是病之後 症阿羅漢的 有一些病到嚴重起來 也很利用功 病到起來要自殺的 非常多 那在後面病相遇裡面 那這裡有講到 生病到底要怎麼辦 那麼 生病有沒有辦法 關無我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它那個瘦很強 苦瘦很強 那你平常就要關 你不要等到 忽然間生很重的病 那苦很重的時候 才要關 那關不起來 平常那個一點點苦 你就要關了 你就要關那個苦瘦 那麼你怎麼樣 生苦心不苦 你就開始要這樣修了 真的 你不要等到非常重了 那你平常這樣關不起來 平常就要訓練 那比如說 被蚊子咬到會癢 你就開始 佛說瘦苦瘦 那麼瘦 瘦如水泡 或是如病如庸如刺 反正你就是開始 那個關這個醋 六醋入醋 那個瘦是 你從六醋入醋關就什麼 生跟醋 眼耳鼻舌身 色身相味醋 那麼生跟醋 那有被蚊子叮到了 那會癢 那你開始去關那個瘦 當然 那最後你還是要拿東西來擦 那不擦其實也沒關係 但是就是說 你這個時候 擦了還是會癢對不對 那你就要關了 你就借這個機會來關 那瘦是很容易關的 因為常常有 但是你要從小的時候 就開始關 你就會 你那個厌烦心就會起來 那你這個時候 就開始要關 那慢慢慢慢增強 比如說 我常常會這樣 去拔牙的時候 那增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關 漸漸關那個瘦 那你不要等到 四大分離了 你才來關 那個沒辦法 那 身重病了 非常苦了 你才來關 那沒辦法 就是你的心要培養 漸漸漸漸漸 色受想情是 色受想 為什麼這樣想 越想越煩 越想越苦 你就去關那個想 那左想右想 種種想 基本上就是 你這個身心是你自己的 就好像呼吸是你自己的 你隨時都可以修 所以佛陀基本上不是 一開始叫你修行 都是就你的五印身心去修的 然後慢慢慢慢 有一些人沒辦法 或是慢慢慢慢 就變成往外了 就是 關外在的 比如說 關落日 那關 關什麼 那關佛像 那 關 關什麼 基本上 地水往風 其實現前你看得到的 慢慢去關 去關 那麼其實佛陀都是 一定不離開五印身心去關的 不離開 那四念處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深受心法 那麼 先從外在的身體 然後從內在的受 然後 心就是 總和受想形 那法 總和 色受想形式 基本上是這樣 就這樣關 你看它就是 從身 從心 心是以受為代表 然後關整個心 然後再關 整個身心 五印 那一切法 關法無我 關整個身心無我 那其實那是這樣子的 那漸漸漸漸漸讓你進入 那麼如果要 讓你比較色心的 那你看 它對峙的也是關這個身不近 那麼 關這個呼吸 都是你的身心裡面的 那從這裡 那麼你要知道 不近 無常無我 那這個呼吸 無常無我 那也是這樣 那都是 先從不近無常 然後歸結到無我 那從無我得解脫的 那病也是這樣 病也是 病是一種受 或是 那麼你要 你怎麼用去關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它是怎麼教的 好 那麼 出摩比丘 往屈煞民國 那麼身得重病 這個還蠻長的 這幾步已經都蠻長的 但是這個長 並不是佛說法長 而是他記錄那個東西 記錄那個東西 他們記錄起來就慘 那真正佛說的 或是這些比丘說的 也沒那麼多 就是他們彼此對話 這個生病的比丘 跟這些比丘 比丘之間的對話 那來看他們到底是 怎麼面對這個境界 那怎麼想 怎麼無我想 無常想 無我想 那這個是平常的時候 你怎麼關無我 生病的時候 怎麼關無我 你看 他這個還 這個是實際上的例子 好 那 這個 使有 陀說比丘 為詹病者 就是看護 看護 那麼佛陀時代 通常 生病的人 比較重病的人 都有一個看護 有一個負責的人 那他也不能去脱波 所以就那一個人 有時候會去脱波回來給他 或是那個 那個看病的人 也沒有去脱波 那麼 因為他要照顧他 如果他很重病的話 那麼他隨時要照顧他 他也沒辦法脱波的 就是 所以 出去脱波的人 要有一些人回來 要分一些給他們兩個 就是 要先回來 要有一些人分給他們兩個 生病的人不是什麼都能吃 以前我去泰國 泰國脱波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有一些比較老的 他不一定有病 他就是老 他不能走 因為脱波要走很遠 有的要走半個小時 那走不了那麼遠 所以他就沒有出去脱波 有的是有病 有病都沒辦法 那麼 如果是老 那麼 看病的人 可以去脱波回來給他 如果是病 比較嚴重的 那麼 看病的人 也不能去 就要在那邊照顧他 那麼就病人要 有另外的人 拖回來給他們兩個 所以你看那個 那個辟舍區 他就說 那麼 所有所謂層裡面 生病的比丘 看病的比丘 他們的飲食 世世共養 全部我負責 所有所謂層 全部我負責 不然 他們 看病的人要怎麼辦 生病的人要怎麼辦 那麼 大家 大家 又不一定脱得有 拖回來 要分給他 然後這些人 全部我負責 他發十大院 整共九大院 那麼 這個 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每天都要去脱波 你又不能說 那麼我一天脱多一點 回來放走 不行 不行 那麼 我會沾病者 這個 驼說比丘 那麼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因為人緣不好 也沒有人要去看他 在阿岸宮裡面也有 就生病人 沒有人要看他 那沒有人看他是好的時候 他也不看護病人 他也不管別人 就比較自私 後來他自己的生病人 也沒有人要管他 這個東西是這樣 後來佛才去信他洗澡 然後才跟他講 诸福田中 看病第一 他鼓勵大家要 多照顧病人 好 那麼 使 驼說比丘 一租上座比丘 禮租上座比丘 就是有很多上座比丘 在 这个地方 在取私裸远 但是戳摩比丘 住在拔坡里远 两个地方是不一樣的 但是都是在那個地方 比如說都在台中 一個在雾峰 一個在雾润 那不一樣 那麼 這個 驼說比丘 去到 驼上座比丘 就是驼說比丘 是在拔坡里远 那麼去到 諸上座比丘的地方 取私裸远 那麼禮諸上座比丘主 於一面住 那麼上座比丘 就跟陀說比丘远 如往易 戳摩比丘手 語言諸上座問你 生小菜 差就是 病情好轉 通常 通常是多一個床字邊 就是病好了 通常是這樣 那麼病有沒有好一點 那麼有沒有 就是身體好一點了沒 病情有沒有好一點 然後身體有沒有好安穩 苦患不爭俱眼 就是簡單講就是 你去問 因為他去到那個上座比丘 那裡 去到這個 去到這個取私裸远 那 因為他知道他是看病的 所以他就跟他講 你回去的時候 那麼你問一下 問一下這個抽摩比丘 他這個可能就是人緣也蠻好的 所以大家會問他嘛 那麼你回去問一下他病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需要什麼 基本上都會這麼問 那所以 這個 徒說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 自戳摩比丘手 以戳摩比丘言 諸上座比丘問訊 如苦犯賤菜否 那麼諸重苦不治爭也 抽摩比丘就這麼回答 這個徒說比丘 後面就是很有趣 劇情會翻轉 那他說我病不差 我沒有好 我的病沒有比較好 不安穩 身諸苦轉真 不救 那麼越來越痛苦了 你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那個苦有沒有比較少 身體有沒有比較好 那他說我的病都沒有好 而且這個身體越來越差了 而且這些病越來越嚴重 那身諸苦 就是這個痛苦越來越重 轉真 不救 沒有藥可醫啊 就沒有辦法 沒有藥可以減輕我的痛苦 一不好是一回事 那痛苦沒有減少又是一回事 你說一不好 那不要那麼苦也好 但是又一不好 那你說一得好 那現在苦一點 那麼忍耐一下 等一下就好了 也不是 所以又不會好 痛苦又不減少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越來越苦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 那死了也好了 那又不能自殺 又不會死 那又不會好 又不能不痛 那以前沒有那種指頭的 譬如 你看他形容詞 也很會形容 他說譬如多利四夫 取雷裂 這是雷裂 雷裂 雷裂的雷 那麼就是說 取那個比較瘦弱的人 那麼一個很有力量的人 那麼取那個比較瘦弱的人 用繩子 系頭 系其實是系 系也是系 用繩子 系 系是系 系 綁起來 綁起來這個頭 那麼兩手擊腳 他很有力量 極大苦痛 你看 那個繩子 有力量的人 那個繩子 繩子把他的頭 弄起來 然後 一直嚼一直嚼 因為他很有力量 他很瘦弱 那你看 我的痛就像這樣 極大苦痛 我今苦痛 我今苦痛 有過於底 比這個 有過之無貴底 那麼 我不曉得 他這麼會形容 是不是真的這麼痛 譬如徒牛 你看 像一隻牛 以力刀 伸割起伏 我的痛像什麼 這樣痛呢 像一條牛 被人活活的 拿刀從肚子裡面 割進去 那把他的內臟 取起來 這個牛 肚子痛 就痛到不得了 第一個他說 他頭痛 痛到什麼程度呢 痛到像有人 有一個很有力量的人 把一個很瘦弱的人 用繩子 繳這個頭 一直繳 一直繳 頭痛到那個程度 那 這個肚子痛到什麼程度呢 像一條牛 被人拿刀子 進去裡面割 把內臟都掏出來 那個痛 痛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這樣的形容 有一點誇張 但是 他就是形容 他有這麼痛 那 第三個 他又形容 如厄力士 是捉一裂夫 懸左火上 燒起兩足 我今兩足 樂過一筆 那 他總共形容 一個頭痛 一個身體痛 一個腳痛 就從頭痛到尾 從頭痛到腳 整身都痛了 那就形容此 那麼 腳是怎麼痛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有力的人 把一個 沒有瘦弱的人 抓起來 然後讓他 讓他的腳 就在火上烤 把他的兩隻腳 都在那邊燒 我現在兩隻腳 燒 就比這個還厲害 他其實就在形容 他這個痛 他這個痛 非常非常的痛 聽說癌症的痛 是一極的痛 但是有些人 他也 就是還要看你的心 但是痛起來 真的也是很痛 痛起來真的很痛 但是你就是 平常要訓練 平常要訓練 但是你有善越 你就不會有這種痛 你有善緣 你有這種痛 會有人幫助你 解除這個痛 那你有善根 你有善根 就算 你沒有人幫你 解決這個痛 那麼你又會 遇到這個痛 但是你自己 生痛心不痛 其實我就講 善根 善越跟善緣 善根福德因緣 那如果你有善根 又有福德又有因緣 那你不用擔心 會有這種事 這種事不會發生 在你身上 那如果這種事發生 在你身上 你有善緣 有人會幫你 解除這個痛苦 那你的痛苦 會減少 那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那個智慧 你足以應付 一切的痛苦 這個是善根 是最具足 最好的 最好的 你有善根 但是你不能說 我有善根 所以我準備 迎接一切的痛苦 不要 還是要有善业跟善緣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過去 造什麼业 會染成什麼 不知道 所以這一生 第一 增長善根 第二個 廣照善悅 第三個 多劫善緣 一定要 一定要三個都要做 三管齐下 那麼你不用擔心未來 如是因如是果 不只 不只我教你們這樣 我自己也這樣 真的 那麼所以 你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未來 那麼自己努力的 那麼 增長善根 那就是不斷地以智慧 然後來觀察 然後來了解 這五韻身心 然後漸漸讓自己 深受 深苦心不苦 在很多小苦的地方 你就要這樣 去思維 去修學 那麼你有力量的時候 然後其實 那個叫做法力 法力無邊 就是你的佛法 在你內心產生作用 功德 產生作用 這個作用 足以應屆一切的苦痛 煩惱 足以對應一切的無常 足以貪受一切的痛苦 但是最好還是不要有 所以 但是以前你造什麼也不知道 截什麼也不知道 所以 勿是敵之不來 至無由以待之 基本上是這樣 要有這種觀念 這孫子兵法裡面 最高尚的兵法 它就是這樣 好 所以 使佛說比丘 還至諸上座所 以戳摩比丘所說並傳 聚白諸上座 因為上座跟他說 你去跟戳摩比丘講 住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人也是蠻忙的 跑來跑去 因為他可能要去上座 那邊聽法 那麼就把戳摩比丘所說的話 又回去跟上座說 那麼這個時候上座 就跟戳摩比丘所說 你又去跟戳摩比丘講 跟戳摩比丘說 世尊所說 開始在教他了 那後來反過來 是戳摩比丘在教他們 你看 那你說 世尊所說有五受音 第一次 第一次 他跟他講 頭痛 肚子痛 腳痛 其實就是在講 全身酸痛 痛到不緊 那麼第二次 那你既然這麼痛 那沒辦法嘛 一不好嘛 一不好 那麼現在可以的 就是從善根下手而已 善略善緣都沒有了嘛 從善根下手 就是現在只有讓你的心有力量 那麼不會在這個苦痛上 一直受折磨 好 所以 世尊所有五受音 何等為五 色受想行事 如戳摩能少觀察 此五受音 非我非我所也 就是 去跟這個 看病的 陀說 看病的這個 陀說 比丘說 你去跟村莫講 叫他現在要觀五孕無我 但是這個要看人說 像這個比丘就可以 如果你去 跟一般的在家 生病人 你說 你現在看五孕無我 他不曉得 人家說什麼 只能叫他念佛 念觀音菩萨 然後想一想 念佛 念法念神 想一想佛 然後想一想他做的善事 那麼你不要擔心未來 反正就要讓他這樣 如果他曾經有修學過 修學過 佛 像你們 那也許就可以 就跟你講 那你曾經聽過 你要好好想 色受想行事 那你不是聽的時候 你回去要真的是 找時間要自己 想一想 色受想行事 那你常常心情 常常心情 你會有力量 也許你就是生病的因緣 你就得解脱了 真的 很多是这样子 好 那麼這個時候 佛說比丘 那麼就去跟 跟這個戳謀比丘說 諸上座 我去諸上座那邊 長老那邊 上座都是長老 那麼 這個長老吩咐我 說叫我要跟你講 世尊說 五孕五我 五受孕 你能夠 你現在 那個心力 痛起來 那個沒有心力觀察 痛起來是沒有 如果你以前 沒有這種習慣 那就更沒辦法了 所以你要常常保持這種習慣 就是這樣 那麼你現在有力量去 少少的力量去觀察 五我 五我所嗎 那麼 出門比丘 就跟 佛說比丘 我與比五受孕 能觀察 五我 我所 你看 他平常就有在觀察 所以 他說我可以 我可以 即使在痛 色受想行事 那我就是因為看到這個 所以我常常在痛的時候 我就稍微要觀察一下 稍微觀察一下 然後看到有很多事情 在反的時候 就要觀察五常 就要觀察言情 真的 你養成習慣 一定要這樣做 非得要這樣做不行 如果你平常 就是 要去念人人座 要打小鬼 要去念大悲咒 要屈小人 我告訴你 你現在 小偶的小鬼跟小人 都在你的內心裡面 真的啦 我不會給你 你唯一要 你一個要去除的就是 你內心的這一些煩惱 所以 我與比五受音 能觀察 非我非我所 那你去跟上座說 我可以觀察 好 那麼頭說比丘 就回去跟上座說 戳摩比丘說 他可以觀察 無我無我所 好 那麼上座比丘 又跟這個 這個 看護的比丘 就頭說比丘說 好 那你再去跟戳摩比丘說 那麼 你能夠觀察 五運 無我無我所 就像 漏進阿羅漢這樣嗎 那麼 這個 頭說比丘 又去跟這個 戳摩比丘說 那麼 長老上座問你 你能夠觀察 五運無我 就像漏進阿羅漢一樣嗎 那麼 戳摩比丘 就跟頭說比丘說 我觀 五運無我 但我沒有辦法 像漏進阿羅漢 就是 我現在不是漏進阿羅漢 但是 能觀察 無我無我所 他有可能 兩種 一種就是 他已震出國 第二種是 他還沒震出國 但是他能夠 如理思維了 就是有文思維了 就這兩種 一種就是 他已經震出國了 震出國 還是有煩惱的 痛起來還是痛的 那麼 指戳摩比丘 還至諸上座所 白上兆也 戳摩比丘 我觀 五運無我 我所 而非漏進阿羅漢 就是 他又去跟這個上座說 戳摩比丘說 他可以觀察 我我所 但他還沒有 震阿 還沒有震阿羅漢 還沒有漏進 上座比丘 就跟戳摩比丘 講 那麼好 那你再去跟戳摩比丘說 你說 我觀 五運 無我 我所 而非漏進阿羅漢 那麼 前 前後相為 你說你可以觀 可是你又沒有漏進 那照理講 你可以觀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得漏進 他是這麼說 那麼 就是前後 前後矛盾 你說我可以觀 無我我所 那你可以觀 那你露了嗎 那麼 一般 我們就說 從有漏到無漏 那通常 你觀的時候 你不一定 你觀是這樣觀 你沒有 你並不一定 就贈得 但是他的意思 就是說 那你能觀 就表示 那麼你能夠贈得 那麼你現在能觀 但是能光無我我所 那你觀的 你觀的無我不是無我 就是 你就還沒等無我 那你真的得無我 那麼你就是贈阿羅漢了 那你說 頭一端說 前後相為 那麼 頭說比丘 又去跟戳摩比丘講 那說 這個 長老上座說你 那麼能夠光 無我我所 但是不是漏進阿羅漢 這個前後有矛盾 那麼 這個戳摩比丘 就跟頭說比丘說 我 與五獸陰 可以觀察 我在五印觀察 無我 我所 而非阿羅漢 但是 我與 我慢 我欲 我死 未斷 未知 未禮 未土 就是 我可以觀察 但是我還沒有能夠斷 我見我愛 其實是這樣 簡單講 就是這樣 就是 他 他可以觀 能觀無我 但是沒有辦法記錄 這跟我們的情形一樣 我們也是可以觀 但是沒有辦法 還沒辦法記錄 沒辦法相應 跟這個法相應 還沒辦法 好 那因為時間到 我們先講到這裡了 那這個 這個蠻多的 就蠻多的 下次再繼續講 講到這裡 第四個 就是能夠觀 但是還沒關 這個經 看起來還蠻有趣的 蠻值得我們 蠻值得我們深思的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互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由於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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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